在这里讲完之后,接下来就给大家讲到JSP的动作标签 注意啊,今天要记得零碎支持点比较多,它不是一个一个demo的 那接下来讲JSP动作标签 那在这我就创建了另外一个JSP 就不再记写基础上的东西了 写成JSP的Connection.jsb 上面的违环,JSP动作标签怎么写呢 在body里边,兼扣号JSP 然后在这里就看到这些东西了 冒号你就见到这个东西了 那这么多东西主要给大家讲三个就行 有很多男人都用不上 要讲三个,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over the 第二个 parate 第三个 include 来啦 include 上面已经讲过include了 这又有include 首先先讲include 先讲这个吧,我把它拿过来 JSP JSP include 好,那这个呢是JSP的action 这个界面 我在这里边这些全部干掉 这是一个,或者是 我怎么换回来吧 你们有什么小看,注释一下 这个注释 直接control save 在这里边 我呢,先写一段中文 这是JSP action 的 因 然后 拣号 监扣号 JSP 冒号 include 你直接快捷键也行 你直接写个监扣号之后 你就快捷键了 然后打上JSP 就有这些东西给你选 冒号 include 里边 默认就有一个page 还有别的东西过 就没了 就这个page 那这个page 其实它的用法 跟我们早前在这里面打include 用法呀 是一样的 你看有个include的这个标签 这个指令 那这里边有一个file 这两个有异曲同工资料 都能把另外一个JSP界面给它包含进来 但是 有一点区别 什么区别 我们先看效果 这个include page 包含谁呢 我就包含这个outlay 还是看看 搞定 写好了之后 这有错 我们不管 这是我们把这个主要 现在这边这个是没有错 运行 接下来 在这访问什么呢 访问 JSP的 下滑线 Action 第二 JSP 回车 那 内容跟以前内容是一样的 上一个 这个是这种包含 我在这呢 给大家打一 P的下滑线 按摑 回车 你看 这个是以前的 动态包含 静态包含的这种效果 你看 是这种效果 那这一边呢 右键查看就会更紧 这什么效果 这看上去 这一段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效果 但是 你得看 背后的原代码才知道 那我们看 刚才写的是 这个叫 JSP Action 写的是这种 找一找 这里边的原代码了 Ather 不再Ather了 它应该叫 JSP Action JSP Action 有没有看到 它就是把Action 变成了 变成这个名字 10.57 应该是这个 咱们其实叫Action 那也许 Action的名字呢 这个地方 把这个005 F 不知道哪来的 想看一下 往下 这里面是啥 这是JSP Action 的应用 在这包含了005的JSP 哎 它只读了一句 原来这里面可是有很多这种 out out 输出什么输出的 那它的背地理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其实是 先 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编译一下 或者叫运行一下 我只把你运行得到的那个结果啊 放到这里面来 以前是把所有的元素全部给它拿过来 在这拼 这是它的一个不同点 在这呢 在这呢 对一下这个底 用法呢 是怎么用的 这个 这个写上什么 author 02 这个 那它的作用呢 是 包含 指定的 页面 这里是动态 包含 也就是 不把 包含的页面所有元素标签全部拿过来输出 而是把它的运行结果拿过来 好 那这看原吧 才看得出来啊 这是我们 JSP的 include 这个动作标签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呢 再看一下 下一个这个标签 第二个叫什么呢 第二个呢 叫forward JSP 冒号 先拿个监控 JSP 冒号 forward 这个forward 也来个配置 还有什么别的拨 也没有了 也只有一个配置 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指的是 跳舞转到哪一个页面 这forward 是前往哪个页面的因素 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unfold 那它的意思呢 是前往哪一个页面 好 那咱们呢 现在来说一说呢 另记一下 那这些什么呢 我就写author.js.p 就写这个 然后 直接呢 再回数一下 在这儿 我呢 打的是 author 打的应该是什么 打的应该是 JSP 这个界面 就是这个界面 回出 大家看到干啥 虽然是这个界面 它都没输出 它直接跳过去了 那这一行代码 等同于什么呢 注意听啊 等同于 以下 代码 就给网友写加碗代码了 就为了给大家说 等同于这行代码 request 点上 get request this part author.js.js.p 点上 forward 问一下下面这行代码的意思是什么 请求转发 是不是 诶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就是请求转发了 它就是请求转发了 当然在这儿 建议 基础好的同学 感兴趣的同学 去翻圆代码 就知道 是这个了 那怎么翻呢 你看它背底底翻译成的文字 你看这个地方的JSP 你看那个叫JSP forward 它怎么写的呢 它写的是这个 就这个 然后forward 到这个 就直接 这个就直接 满足条件 直接调整过去了 那这个是谁呢 这就是上面这种类型 所以感兴趣的同学 去找到severlight的圆代 找到这个类 查看里边的 这个叫forward的这个方案 在里边一定会找到 我写在这一行 这样的请求转发了 好了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ktoś 谢谢观看